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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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要开除就开除我吧 会考作弊 这是非常严重的伪计行为 你们两个都跑不掉 这事没什么可商量的 刘主任 原来是他呀 不过那都是以前的事情 作弊的事情可能另有隐形 高考作不可能作弊吧 他真的很厉害的 林老师都说他是编程天才 我不管他有什么理由 错了就是错了 我告诉你 一个人如果有才华 但是呢没用在正地上 这其实更可怕 这叫什么呀 这叫有才无德是小人 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我听张老师说 你们那个实践基地 是用来拿第二颗糖学分的 嗯 你才上大一 不着急吧 我觉得呀 上大一要先打好基础 实践可以后面再说 否则不是成了空中楼阁 无根之木了 好 那实践基地 就先不要去了 那我尽量少去吧 林老师不是说 选编程最重要的就是实践吗 不敲坏几个键盘 怎么当好的程序员 行了 上车吧 那那个实践基地 你可以继续参加 谢谢妈 不过那个叫李寻的男孩子呀 离远点 他不适合你 尽量少跟他接触啊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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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寻言 你猜我刚刚吃了什么 老干妈火龙果 我妈都惊呆了 你把我面包都吃了 明天记得继续买啊 你把我面包都吃了 明天记得继续买啊 李轩 你是不是林洋人啊 你以前是巴中的吗 我高三的时候会考作弊 是你妈亲自处分的 你真的作弊了 为什么 重要吗 当然啊 你肯定是有原因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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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